男人正在等充电器救命 却碰上了这么个电源 这部手机来说呢 你的汽车充电器有美国原厂的 有日本的 有中国的 你要哪种 美国的 如果是美国的 有图案和没图案的 你要哪种 有分别吗 电源又磨蹭了半天 可此时手机电量已经高级 充电器啊 就来了就来了就来了 等一会儿 见电源竟还在和同事调情 男人忍无可忍 他必须要在手机彻底关机前 拿到充电器 于是他掏出手枪 堵住耳朵对准音源 现场众人瞬间抱头蹲下 电源也吓傻了 再也不敢磨叽 男人接过东西匆匆离开 现在他必须争分夺妙 才有可能救下电话那头 一个陌生女人的性命 一小时前 他在前往机场的途中 接到了陌生电话 对面的女人声称自己遭遇保驾 起初他以为是恶作剧 刚要挂断 就听见女人声泪俱下的祈求 如果你挂断了 我可能永远都打不出去了 我求求你 求我不要挂断 女人急忙讲了一遍遭遇 他不奢求男人完全信任自己 只求男人能帮他把电话 交给附近的寻警 听到男人答应了 女人千恩万谢 这才想起询问男人的名字 叫阿邦 碰巧附近就有交警选拢 阿邦把电话递过去 然而交警接过电话后 竟没有任何声音 便以为是恶作剧 还训斥了阿邦几句 可他前脚刚走 电话里又传来激烈的喊叫 阿邦随约听到了枪声 这才发觉事态严峻 他不得不开始相信 女人是真的被绑架了 他又听到歹徒 要去挟持女人的孩子 多耽搁一分钟 小女孩就会多一份危险 阿邦当即决定 先救下女孩再去报警 学校地址并不算远 阿邦很快提他 可他根本不认识小女孩 于是立即询问女人相关信息 此时正式放学时间 孩子们密密麻麻聚在一起 情急之下 阿邦只能大声喊出女孩性命 不料女孩刚回头应答 一会儿歹徒就从车上下来 迅速掳走了女孩 阿邦连忙回到车上追赶 却碰到前方堵车 他眼睁睁看着劫匪越来越远 事不宜迟 他重新调走方向 静止撞开了一旁的铁门 抄进路追击 小路上偏僻难行 他好不容易回到主路 却不慎撞上一辆货车 车翻了个底朝天 好在阿邦本人并无态 手机也依旧在保持痛化 这时车上竟掉出一把枪 他猛然响起 这是一个混混朋友落下的 但有枪也确实方便了许多 货车司机看见阿邦手里的枪 连赔偿都不要了 为了救女孩 阿邦又随手抢了其他车辆 继续寻找歹徒的下落 女人开着豪车兜风 除了一辆黑车突然中复 将豪车直接顶到路边 索性女人并无大碍 她以为只是普通的事故 刚想打电话报警 结果黑车后退几步 又再次装了过来 等女人从昏迷中醒来 一群黑衣人正在她家里大肆烦躁 歹徒没找到想要的东西 便将她绑到一间小黑屋 她观察四周都已经被封死 没有任何逃生的渠道 这时墙上的一台电话 引起了女人的注意 可还不等她有所动作 一名歹徒突然折返 破坏了电话 殊不知 女人是一名工程师 只要电子零件不彻底损坏 修好这个电话对她来说 根本不成问题 她重新对接电线 将零件一一组装 三两下就让电话恢复了功能 可惜这种简单的修缮 只能让电话拨出一个随机号码 是否能成功获救 还是要听天有名 幸运的是 对面那个叫阿邦的男人 答应协助她报警 听到有警察接了电话 她立即介绍自己叫小晴 并把个人信息简单告知 可就在这时 劫匪再次返回木屋 小晴不敢再出声 随即匆忙藏起电话 结果就是这片刻的耽搁 她错失了求救的最佳时机 歹徒向小晴索要一台摄像机 小晴却根本不知情 于是 歹徒开始询问她弟弟的下落 因为弟弟曾无意间拍到了 不该拍的东西 见小晴一问散不知 歹徒又抓来弟弟的朋友 并翻面什么 并威胁小晴乖乖配合 紧接着 歹徒又拿出女儿的照片 得知对方要对女儿下手 小晴瞬间不愧 她真的不知道弟弟的下落 更不想女儿也平白无故 遭受这无望之灾 等绑匪离开 她立即找出电话 恳求阿邦去救救女儿 好在阿邦也听到了枪声 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决定帮人帮到底 马不停蹄地赶往女孩的学校 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女孩已经被歹徒劫走 阿邦也在追赶时 失去了歹徒的踪迹 另一边 下班的交警 无意间在路边的电视新闻上 看到了阿邦持枪的身影 她猛然想起 这个男人刚向自己求救 或许那个电话并不是恶作剧 她立即按照记忆中的地址 找到小晴家 可自己既没有证据 也没有搜查令 不得已 只能翻墙而入 屋内一片混乱 还有一具新鲜的尸体 交警此时还没注意到 一个女人正从她背后缓缓靠近 对方不由分说 还请攻击 交警迂回躲避 趁机偷袭 两人扭打在一起 一番激烈的打斗后 因为交警击毙 这里的危险暂时解除 她立即通知刑警前来调查 可刑警队长抵达现场后 不仅没有引起重视 反而指责交警跃拳 还将脏水泼到交警身上 你以为你什么职位啊 重案组啊 你现在是接受调查 不是你去调查 给你个面子才不抓你的 请缘2004 事与至此 想要申请重案组介入 交警唯一的希望 就是找到阿邦 突然手机铃声响起 这是他刚从女杀手身上拿到的 上面短信通知计划有变 需速速前往机场 为了拖住这群歹徒 他果断掏出手枪扔了过去 恰好附近有寻警路过 一见到手枪 他们迅速反映 将这群可疑人士团团包围 但阿邦没想到 这群歹徒明明杀了人 此刻竟掏出证件 自称国际刑警 这一下让阿邦彻底摸不着头脑 小晴听到这话也不可置信 让阿邦快点找到弟弟 这样才会真相打败 就在刚刚 歹徒已经带着女儿回来 再次质问小晴弟弟的下落 但小晴对于弟弟的事 实在是一无所知 就在歹徒打算动手直接灭口时 外面的同伙传来消息 弟弟因意外受伤 正在住院治疗 说罢 歹徒即刻前往医院 得知此事的小晴 也立即通知阿邦 请他务必抢在歹徒前面 可即便他已经努力拖延 歹徒们还是率先找到了弟弟 眼见弟弟被带走 阿邦只能悄悄跟随其后 跟着歹徒来到一片山地 他向小晴报告情况 小晴瞬间意识到 歹徒们要找的东西 一定就在那附近 果然 阿邦远远看见 他们拿到了一个背包 歹徒达到目的 即刻就要灭口 阿邦却突然冒出 抢走背包一路狂奔 歹徒在身后穷追不舍 很快阿邦被逼到一处悬崖 歹徒见人消失不见 只能返回目屋 先解决现有的人质 没想到这时 阿邦竟主动打来电话 他用录像机威胁歹徒 要求对方在机场见面进行交易 阿邦原本就是要赶去机场 为儿子送行 却不幸卷入这场意外 他担心以后再没机会见到儿子 于是干脆把地点选在那里 想暗中看儿子最后一眼 与此同时 交警也在向机场赶去 他打电话通知刑警队长 说自己有线索破案 请求支援 三方人马几乎同时抵达 阿邦乔装改案后 观察到歹徒的车附近 停着一辆警车 他要求歹徒释放小情三人 等他们坐上警车 自己就会交出摄影机 我说现在我坐住 你快点放人 我 我就把你的罪状 打到罪人来去 不 看到小情三人顺利跑向警车 阿邦还没来得及撤退 就被歹徒发现 双方在大厅打坐一团 幸亏交警及时赶到 支援的刑警也在此时出现 逮捕了一众歹徒 本以为此事就这样告一段落 阿邦也迫不及待的 要交出歹徒杀人的证据 阿邦将队长带到卫生间 找出藏起的录像机 不料对方看完视频后 竟直接动手销毁证据 原来刑警队长竟然是歹徒 安插在警局的内应 被隔在外面的交警 正打算上交杀手的手机 结果手机屏幕再次亮起 上面赫然写着杀人灭口 他一下明白了一切 他迅速制服身边的眼线 在危机关头赶到阿邦身边 阿邦趁乱逃跑 一场追击战在所难免 很快阿邦就在一处高台 被歹徒追上 歹徒正要直接了结阿邦 但没想到 阿邦竟然将视频做了备份 要群发到所有警局 和歹徒同归于尽 歹徒顿时怒上心头 一脚将阿邦踹下 好在阿邦抓住了一旁的绳索 不仅救了自己一命 还意外打了歹徒一个措手不及 另一边 交警也历经一场恶战 成功击毙了刑警队长 真正的警方支援也抵达场外 这场惊心动魄的通话救援 终于彻底落幕